影音乐 唱首歌 声笑远去灯火星微 衣望夕掉玝 OVER 芮林 苍茫岁月旧事难追 用一生存真趣味 分不开这双手捧泪 让目光轻弛相对 也许命中碍雨又安慰 乘风难解宿醉 谁的泪暗红了火锐 小小风雨苦苦地吹 不愿再独自绽放 来日芳华 沉袭浮夕阳 什么人生夜里不眉 左手秋风吹头孤温 一缕之年 锁在清关 总是沉香流年 随便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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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给贵妃娘娘请安 贵妃娘娘怎么坐在地上 不怕着凉了 我们主天天看着龙椅 等着皇上来 这一路走来 本宫一心想要越过你 没想到今日沦落到这半地步 还让你巴巴地来看我的笑话 都是宫里的可怜人 谁又能笑话谁什么呢 既然来了 那就过来坐吧 你想说什么便说吧 夕月 咱们在这宫里 都活了快半辈子了 却还是活在别人的算计里 你什么意思 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 好歹现在出来了 你如今这个样子 你知道是为何吗 除了你算计我 还能有谁 皇上让其主给你医病 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 这是我能算计的吗 你想说什么 你现在喝的药里边 比其辱给你开的方子 多加了几位药 多加了这几位药呢 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 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 岂有为何要害我 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 是皇上 太后 这件事呢 我只能知道这么多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 或许你更没有想到 你想说便说吧 妈那镯子给我 要镯子做什么 你我侍奉皇上多年 一直未有子嗣 全拜这个镯子所赐 这镯子里边 藏着商人血气 让女子不孕的零零香 零零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香 这镯子叫尾 который 你竟然知道 我和阿姨一样待着 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 有一次摔坏了镯子 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 才知道了关桥 我现在戴的镯子 自然是剔除了林林香的 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 也不知是不是 让她伤了根本 她为何要这般害我 你对皇后忠心耿耿 她却是把你当作一个 可利用之人 而我至于她呢 从前邸选附近的时候 就落下了心病 忌惮之外也需要防备 她送你我这个镯子 就已经拿定主意 不让咱们生养了 怪不得 我们一碗一碗的 做胎药喝下去也无济意识 她为何要这般对我 我对她忠心恳恳 安前马后 从不甘育而行 她说什么我都听 是不是让她是我都坐在她前头 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断了我天南天下 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 是不是就想知道我们对你做了什么 我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 今日我便说给你听 你要真想说 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 你等等 你等一等 如意 本宫求求你 让我见皇上一面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如意 我求求你 如意 让我见皇上一面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如意 我比扶您起来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朱 如意 让我见皇上一面 我要见皇上 如意 皇上想什么呢 想起夕月刚入前提 娇秀可爱 皇上去看看她吧 朕不去 你也来劝朕 刚才高斌还上述禁言 说牵挂贵妃 贵妃呢 怕是不行了 一旦离世 如果高斌问起贵妃临死前的状况 皇上还得有话可说才行 皇上也一向顾及贵妃的颜面 并未对外张扬她所做下的恶行 如今她想见皇上一面 皇上就成全她吧 皇上怎么还不来啊 您问了许多遍了 方才李公公来传旨 皇上一定会来的 竹儿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还病着 就别老母了 起来吧 皇上也坐吧 莫歇你先下去吧 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 是 皇上 自迎春家宴以来 我们已有三年十个月未见面了 臣妾容色衰败 自知以此面目求见实乃不尽 可臣妾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这么费心打扮 这身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 臣妾穿着她 便想起皇上往昔对臣妾的爱护 臣妾想穿着她跟皇上说说话 臣倒是有些话 臣妾想先对你说 子侍父为孝 妾血尊负责为顺 臣敬军为功 奴才奉主为忠 你扪心自问 这些你都做到了吗 功顺忠孝 你在朕的背后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皇上真去看贵妃了 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计 为这人情 皇上去看她一眼 也是应该的 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 不会吧 她若敢攀扯娘娘 就是攀扯她自己 高氏一门的荣华 难道她不要了 就算她要乱咬 皇上 也断不会相信她这些风话的 臣妾自知罪孽深重 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 有些话 本打算致死不严 如今却不得不说 只要你说的是实情 朕 不会因为你的言行 而牵连你的母族 为探测您心意 皇后将莲心 嫁与王亲 嫁与笼 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照拂 才敢出卖贤妃 端回太子婚后 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 便满心怨恨 臣妾未顺皇后心意 明双喜将毒蛇放入冷宫 谋害贤妃 重阳佳节 皇后又指使臣妾 烧死贤妃 是贤妃得风湿之类小额 固然有家妃收起要理 但事情 是皇后让臣妾做的 就这些了 皇上可还记得 这个翡翠珠珠啊 这是你和贤妃 嫁入前邸时 皇后亲手赠的 怎么会断了 这么好的东西 皇后自己不带 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 臣妾真是感恩戴德 可没想到 她在这里面藏了 这么好的玲玲香 长久佩戴玲玲香 便难以成运 臣妾和贤妃一代 就是十数年 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 都不知道 皇后出身显赫 她怎么会懂得 这种下作手段 她也不懂药理啊 皇上 一个人想作恶 没有什么是 懂不得学不会的 贵妃 皇后是中宫之主 你可知诬蔑皇后 是什么罪名 臣妾知道 在您心中 皇后是一位 最合适不过的皇后 您是不是害怕 害怕她就是让您 真正失望的那个人 皇后是否让真失望 还是两说 皇后 倒是你 是真让人失望了 臣妾虽然罪不可受 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 是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 有一句话 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 否则到了地底下 也不能瞑目 一问 臣妾受其胎一招负 可为何越吃越冰 气虚血淤加重 以致元气大伤 便是没有那林林香 也难有身孕 朕原知道 你生来 有气虚血淤之症 才让其辱为你细心调养 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 却没想到 你今日这么问朕 是皇上不强求 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 当年在前帝选夫妾 三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 若不是先帝跟太后 您也不会选臣妾当哥哥的 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 又让其辱来为臣妾调理身子 是 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 可臣妾错了 方才你也说了 朕宠了你很多年 朕既然宠你 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 皇上所言可真啊 皇上所言可真啊 真 什么是真 夕月 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 朕还记得初见你时 你是何等的娇容 但如今 你如何会变成 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 罢了 你身子不好 别该歇息了 一旦哪天你走了 朕会赐你个嗜好 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也不枉 你服侍朕这么多年 皇上 皇上连臣妾的誓傲都想好了 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 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 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盼下辈子 恰得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贤得良善之人 这是你最后的请求 朕不会不答应 朕不会不答应 朕便赐你 贤字 作为嗜好 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 皇上 皇上 虽然您不承认用切入算起了臣妾 可除了您 还有谁呢 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 如果是您 老天会受了您去 如果不是 您就病痛一场 受点苦楚 当臣妾对不住您吧 朱儿 奴婢扶您起来 朱儿 墨西 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烧了 快去 奴婢这就去 朱儿 朱儿 不必烧干净 那染了戒虫的脏东西 留不得 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 奴婢记住了 朱儿 朱儿 来人哪 快来人 皇上 咱们这是去 去怡婚宫吧 这儿 朱儿 皇上来了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进来吧 皇上这么晚还过来 你这让人心静 正想来你这坐坐 皇上坐吧 如意啊 来 你这住住啊 样是旧了 以后别再带了 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 送个最好的翡翠桌来 再叫太医送些好的补品 让你补补身子 黎玉 拿去扔了 这儿 我和你这儿 我一人想要来 可不可以 在哪儿 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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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我这儿 你会算计人吗 臣妾不知道 皇上说的算计 指的是什么 若有人陷害臣妾 欺负臣妾 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 也会自保 若皇上说的算计 是这个 那臣妾是会的 那你会算计朕吗 臣妾愿与皇上 永不相亲 来 如意啊 你也别怪朕 问你这些 只是贵妃今日所言 叫朕不得不疑惑 朕平日待他们不跑 他们也都似乎 用心待朕 可今日 朕忽然觉得他们好陌生 朕真假假 他们在朕的背后 不知道做了多少 朕不知晓的事情 他们待朕的真心 又有几分呢 臣妾明白皇上的忧虑 如意啊 朕知道贵妃命不久矣 无论她之前做过些什么 在面子上 朕还想给她个体面 臣妾明白 皇上审命 朕不得我 你又会想到我 我去 我去 你还能够 你还想到你 你还想到我 非非为是委屈了你 只是淳妃替朕诞下两个皇子 又抚养永皇 朕不得不多绝无他 是臣妾无能 不能为皇上延绵自私 不论有没有自私 朕都不会保了你与朕的情分 你放心 朱儿 您醒啦 朱儿 你醒啦 您今天的气色好多了 我好久都没睡那么踏实了 刚刚还做了个梦 梦见阿玛跟阿娘 他们说念着我 让我病好了 就赶快回家 恭喜朱儿 皇上尽封您为皇贵妃了 年轻人 挤起人 孤婚 爸 打以后 原来 拥有妈 你一定要记得 是谁害的我 奴婢一定记着 外面是不是下雪了 是的 桌 我想去院里看看 上最后的画面是 厨房 我还想去院里看 我还不想去院里看 我再试试你 看看 我还不认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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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认试你 我还不认试你 我还不认试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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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一定会给您报仇的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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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支是一对的 既然皇贵妃已经离世了 朕就让贤贵妃拿下了 以免伤情 还有一事 永皇的生母哲妃 死得可怜 朕会下旨 追封哲妃为 哲敏皇贵妃 娘娘 您怎么了 皇上 您从未对皇后娘娘 这样说过话 高氏生死 朕的心里 始终有一个结 在高氏的娇美面孔之下 藏的是狠毒之心 而在皇后的贤惠端方之下 又会是什么呢 朕 真的很难看清楚 娘娘 莲芯 你出去伺候吧 是 娘娘 您怎么了 皇上突然 让贤贵妃摘下了那镯子 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不会吧 那对镯子 皇贵妃与贤贵妃 这么多年都没有察觉异样 如今怎么会 皇上也说了 是怕看见了独物伤情 您就不要多私忧虑了 那朱英呢 皇上 皇上怎么突然封她为哲敏皇贵妃 她生女难产而亡 皇上为何要旧时重提 还说她可怜 而这话里必定是有话 她是不是在暗时 则问本宫什么 皇上大约是觉得 哲敏皇贵妃年纪轻轻就走了 应该没有别的意思 可本宫 总是觉得不安 但自从高氏死后 皇上便有些疏远本宫 今天贤贵妃还说什么 高氏临死前 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 苏联 她是不是临死的时候 跟皇上说了些什么 让皇上猜济了本宫 娘娘 会的 贤贵妃不过是硬和皇上罢了 皇贵妃也不敢出卖您啊 她要真说了您什么 那不就等于把她自己也出卖了吗 您且看皇上追视皇贵妃的样子 那般情深异常 如果皇上真的知道什么 又怎会如此啊 嗯 奴婢听狱前的人说 皇上龙体似有不安 已经好几日未往后宫来了 就连贤贵妃身体也不好 一同留在两心殿 皇上是哪里不舒服 可传了奇辱 这 奴婢也不知 本宫也见不到皇上 你快去打听一下 哦 是 不对 你陪着本宫去慈宁宫 本宫去请皇后娘 哦 是 太后 皇后娘娘 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 所以奴才斗胆拦着二位 小心凤体 微臣请太后娘娘安 请皇后娘娘安 皇上的要不要紧 到底是什么症候啊 皇上是得的戒疮 这病原是在贤浮宫的宫女中发过 李公公也说 会嫌皇贵妃哄前 皇上去过贤浮宫 不知是否是那时染上的 起来吧 是 到底要不要紧 皇上怕是染上一段时间了 脓包叠起 破流止水 加上之前皇上隐忍不言时至 今时今日 这病确实是有些重了 这可怎么好 皇额娘 你要儿臣去亲自照顾皇上吧 这些日子都是谁在侍寝 去禁食房的荡来 儿臣已经查过忌荡 除了淳贵妃和淑贫 各侍寝一次之外 其余的只有贤贵妃了 淳贵妃再度遇袭 正是养身子的时候 贤贵妃呢 贤贵妃世纪辛劳 儿后得了跟皇上一样的症候 正在偏殿养着呢 皇后 咱们先去看看皇帝 太后皇后娘娘的万金之体 不能贸然进入 这病是会过人的 一定要小心 还是先到暖阁备一些东西 方才脱一些 好 太后与皇后娘娘 请随奴才过来 记得 千万别动皇上动过的东西 一切 奴才动手即可 太后 皇上刚刚服了药 已经睡下了 我看看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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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辱啊 都给皇帝和贤贵妃用的什么药啊 可有起色 回太后 皇上现在每日复用黄莲解毒汤 领用盐花 马尺献 还有蒲公英熬好的药水擦拭身体 贤费妇 贤费妃 她的病症晚一些 虽然发热较重 但病不被皇上病时凶险 已经见效了 你好好治他 一饮汤药 得亲自看着 是 不要 我花醉了眉眼 恍若人生是初见 青丝染了双眼 携手共浮沉十万千 心事退了红月 眼前相思已凌暖 泪光藏了誓言 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烟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祈弄深处人一散 独自唱绿歌啊 暮色痴痴愁离弯 愿一如梦空解胎 任他似水流年 暴暴岁月分不清 何处是轨迹 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无水环境 而浮华的旧事 未愿留意的相依 漫漫长也舍不下 花发追情思 不敢看已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叛逆 我皆寻成不易 再相约不离不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